我们上一期做了2020年魁北克房地产市场的总结 这一期我们再来看看在大蒙地区哪个区的房子销量大涨 价格增长快 涨幅分别是多少 以及在地图上的位置 看看能不能找出规律 根据2016年加拿大统治局的数据 大蒙地区有410万人口 魁省地产经济协会把大蒙地区划分为六大块 分为51个区 2020年第四季度和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 销售增长最快的五个区分别为 销售增长最慢的两个区分别为 2020年第四季度和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 独立屋中位价涨幅最快的五个区分别为 再来看看公寓 公寓中位价涨幅最快的五个区分别是 通过上述的解读 大家可以看到 同为蒙特利尔大区 各个细分市场的情况相差很大 不能一开而论 我们将会在视频后针对细分市场进一步进行解读 请关注我们的视频后